对于陈志忠的赵继怡云 其实前时报周刊副社长刘以红他也说 应召业者二月份其实就跑来兜售这个新闻了 而立委邱毅也说 这业者在三月初也找上了他 而且开价五十万 拿出这个录音带给邱毅听 那么邱毅当时觉得这声音便很像陈志忠 不过他嫌陈志忠赵继没有五十万的价值 所以双方并没有达成交易 陈志忠召集风波 事情爆发开来 邱毅说就是应召业者搞的鬼 大概三月初吧 三月初大概也是一样 就提到 就说有陈志忠的所谓的召集吧 的录音带 然后有放了一段给我听 那因为开价很高啦 那我没有答应 差不多五十吧 应召业者叼到陈志忠这尾大鱼 不止三月初早上邱毅 早在二月份就跟时报周刊接洽这笔生意 双方约在1014楼咖啡厅 十周三位记者跟自称小陈的爆料者碰面 小陈拿出疑似陈志忠打电话叫小姐的录音带 开口要价五十万 还说陈志忠自从搬到高雄 就开始找小姐次数频繁 不过小陈口莫横飞两个小时 时报周刊还是拒绝交易 前十周副社长刘毅宏说 小陈强调十周可以派人来跟拍 跟到拍到 刊登之后再给钱 不过十周没有买新闻的习惯 人力又不足而作罢 但是听过录音带的人都觉得声音跟陈志忠有像 有点像 我听起来是像 但是问题是说 你这个东西要做声闻比对 打电话叫小姐的是不是陈志忠 邱毅不敢打包票 但是邱毅也没这么轻易 就放过陈志忠 陈志忠叫尼口指出来 她的陈志忠的身体特征 尼口如果指出来的陈志忠来 都拖给大家看吗 把那个台北金融圈的友人 有三个小孩有太太 带那个友人找出来对不对 那个友人直接讲尼口的身体特征 不就好了吗 我们就知道到底这个人是给宝的 还是真的吗 邱毅穷追猛打 陈志忠召济怡云 话题持续延烧 民事宣传许会陈威瑜 台北报道